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由馬爾 鏡花先生 今季有個多大的特色 魔法少女怪 真是一堆魔法少女 但有些是杯麵番 有舊有新的 還有一些很懷舊的魔法少女 還有一些比較新派的東西都有 有些有邪道的 但是縱觀而言就是暫時沒有一套很亮眼 尤其是那些比較懷舊的那一套 那一套你還當是東西來的 那些是抄襲的那些就更加不容易看 那些是不容易自平 但今季有一兩套很亮眼 而且對我來說就是我每個星期的舊屬 我又哭有人長久了 根本都幾多一些是Season 2 一些逐篇的動畫 當然不得不提 但我們身上就不會先說 三聖星 嘩這套我看了第八集 我實在說 厲害 我由上季掛至到現在 這套東西 但是我忍著先不說 為什麼你會掛著 我已經把我的憤怒 放到最尾玄花的時候一天爆出來 這套作為一個業界奇包 到底可以怎麼走下去 值得留意的地方 值得留意的 說實話我們有一套魔女的東西 第四集已經滋滋了 這個無謂魔女都已經 第四十月中集編了 基本上今季就是什麼呢 近代裡面你看的魔法少女的 類型都差不多齊了 要性轉換也有 那我們第一套要說的呢 這套魔法少女我覺得真的很傳統 她作為一個魔女是很傳統的 因為她有一個騎掃把 她那個不是掃把也有一個問題 這些只是形式上的東西 其中泰塔物看得起 我們第一套要說的就是這個 終末的依澤塔 我經常覺得它是receptor 是有少許相似的 不是re 這套東西就以一個二戰背景的題材之下 虛構了一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 戰爭的故事 一開始我一開始看了 咦?是祝賀遊戲來的 一開始也是在火車上 有些間諜的戰爭 有些碟戰那些東西 當然我知道這個是很透露 就是二戰時代 然後又要有一些 好像政治陰謀的東西 當然是在火車上 那一年代是搭火車的 還有你搭車車不能追逐 搭火車追逐玩 作為一套原創動畫 其實是 用這個日二萬帝國的入侵 地理環境是什麼 其實虛構了這個國家 奧地利那一頭 但跟奧地利就好像沒有關係 大家都懂得鮮樂飄飄處處問 都是 說意志 唱一下歌 都是大家想著 賣到死了 這套應該是不唱歌的 女主角 即是黃女 阿芬妮 這個角色 為了爭取大不你瘋的協助 離開了國家 去跟別人協商 因為這個小國 在日二萬帝國的郵輪之下 基本上沒有還擊之力 就嘗試拉攏大國幫助 這套其實 他也是有那種 我們過往經常說 就是一個大局勢 他用幾句 就大過了大局勢 但大家覺得 這個寫法 會不會引起你的混亂 他OK 他不是架空世界 他是事實 你用二戰 稍為讀過歷史的討論 大概明白他說什麼 六明一七成 我覺得還可以 你這樣說就不對 稍為讀過歷史 這句話在這個年代 是不合適的 而且始終二戰的歷史 常規的學校 會很詳細地告訴你 二戰會發生什麼事 我想那個戰局 本身 日二萬帝國的侵略 可以很混亂 但其實整件事的對立面 很簡單 一個小國 一個大國 其實你很快已經整理到 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也不會混亂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件事 不會混亂 不會說A國打誰 然後跟他抗衡的朋友 就沒有出現過 所以其實很簡單 其實是一個1v1的思維 而且重點也是看 弱性強的 很典型的一類戰爭故事 故事裡面當然是分離 在這個路途裡面 被日二萬隊國的軍人的追擊 然後再加上 巧合地發現到 他童年時的玩伴 巧合地在車上運送途中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魔女 CodeGas走路的時候 在我車裡找到一個蜜蜂的箱 不知道為什麼 手痕就弄開了他 要不要那個魔女 睡覺 其實好過是Pizza Box 你覺得一樣的記事講很重 你明白編劇哪一個是吉野 他的朋友大河內 大家兩個都喜歡玩這些 不是因為他是朋友 就可以活生抄襲 活生激賴 活生借用 大家不要走 這條橋你用一用 沒問題 雖然這條橋十年前 不過不要緊 基本上是一個很硬派的軍事戰爭 因為其實你看到很多不同的 卡車、武器、飛機 這一類型的東西 和戰線他們怎樣鋪排 都很戰爭向 但是在這裏面 加入了魔女這個設定 其實因為我看這套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有另一個記事感 雖然時代背景有點不同 但好像之前那一套 叫純傑之瑪利亞 那一套作品 不過人家那就是一些奇幻世界 小小式的故事 記得他也是中世紀 不過我剛才喜歡《色魔法》 還有那個是阻止戰爭 這個是幫人手贏的戰爭 有個勝負 他不是停止戰爭 但是吐露思維的做法 就是作為魔女的以塞塔 這位女角 在這一個戰局裡 都是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她是左右戰局的關鍵 就像基斯斯的位置 正如基斯斯當時 當年魯魯修 都是處於一個弱勢 沒有資源的一方 就要靠這個特殊能力 去開外掛打贏這場仗 這個更加外掛 這個點滿了血 和點滿了攻擊力的外掛 好像整身走來走去 就贏了 如果點滿了血 我又不太認同 你看到他第一集 還是第二集 點滿了攻擊力 還是點滿了問題 攻擊力 其實是看他拿到武器 他拿到那些王之財寶 除了威伊 打不力 你這樣說他就錯了 他未必像王之財寶 你第三集像王之財寶 你感覺上次 他像王之財寶對手 拿到什麼就用什麼了 用一個魔女的能力 其實他也沒有很超過的 無論是分離在飛機上 跳下去 然後在對飛機的空戰 其實你這樣說 其實那一格 他是用一個魔女的形式 但是用一個 飛機對戰的空戰的形式 去表現那個力量 其實我覺得 編劇是特意限制了 伊瑟塔他的能力 即是你也懂得說 他背景一個現實的軍武 如果伊瑟塔他的能力太厲害 這樣會屁股 不用玩 簡單 就是說第二集空戰 你可以像現代超裝速飛機的速度 其實二戰的飛機是不用玩的 後面的劇情你不能寫 即是突然一下子 他的最快速度 時速300公里 即是後面的劇情你能夠發揮到 即是不會拋來太厲害 如果你用一個戰爭類型作品 去做這套作品 即是你加入了這些 所謂魔法 這個那麼神秘的力量 我不叫逆天的力量 至少現在我覺得 未去到逆天的地步 即是一個未知的力量 去怎樣去對抗 但他又不想 即是濕了就是戰爭的味道 因為如果你這樣打他 即是打飛機 即是全部一炮一炮 其實他最後第二集 那時候做了一件事 就好像在馬克羅斯 其實有一隊飛機 打他旁邊 我怎樣去避開別人 然後射去打擊對手 第三集可能感覺 比較逆天 因為他可以在場地 跑來跑去 一手就翻贏了別人的坦撻 但是可以想像的是 之後如果對方都認知 你有這個人的存在 應該有些方法去封死他 我相信 所以我覺得那個力量 即是那個力量 未去到那個差別 現在的力量 那個程度是因為什麼呢 這種是 正常一個軍人 是不會預知有魔法這種戰術 這是科學的力量 你現在可以這樣嗎 說明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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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說 魔女 他講得很單一 我相信之後 是不是日後日二萬 不知道為什麼 哪裏又刮到魔女出來 還是他研發了一個人做魔女出來 然後可以對抗 是不知道 但這些套路其實是 你預計有機會會出現 日二萬國王 都可以控制魔女 賀慶祥被他貢獻 給魔女找他 應該在家裡收到魔女 始終原創作品 我們沒有一個所謂 原作腳本 我們不知道套路是怎樣 但現在裏面 其實是一個弱小的國家 憑著一個什麼 傳說 傳說在現的方式 如何再去對抗 這個強大的帝國入侵 的套路 故事裏面 其實我覺得 套路是很簡單的 套路真是很簡單 裏面大家是 細看的 其實就是 他裏面戰爭的細節的環節 無論好像 在一個戰豪裏面的 全靈兵 上彈 如何分工合作 其實他描繪得很簡單 也就是 為何我會想起 純潔瑪利亞 用盾 武器怎樣用 其實那個細節 其實 留意得不錯 至少他簡化到件事 讓你知道 是一個怎樣的形式 即就算好像 一些不太懂得軍武 都會懂得 原來為什麼 對方的力量這麼強 就是因為 他落地打不贏 還可以叫飛機 兩邊配合 而這件事不是 尤其是 尤其是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這些人會很留意 那一架是 什麼式的坦克 那一架是 什麼式的戰機 什麼手槍 對 那類型的 其實可能 有些戰槍作品 是好吃的 你不了解 其實你不知道 為什麼對方的 科技 或者他的器材 為什麼會強過 對方明明 大家都是十架坦克 為什麼他會贏 那十架坦克 而這裡其實他用了比較簡單 就是因為本身是 以強 說是軍力 那樣東西 他不是說你 器材上的原始 軍力本身已經原始了 所以你比較簡單而明白 整個事情 也都明白為什麼需要伊札塔 那種軍武的知識 是一個bonus的設定 你明白 伊札塔 不是代表伊札塔 有什麼逆天的能力 可以破壞所有電子器材 需要多一個人 去讓他贏到這場戰爭 一個戰力 是戰力單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是容易理解的 即使你對二戰一切的東西 都沒有任何的認識 都不會阻礙你理解這套作品 他現在正在說的一些設定 或者故事 我覺得如果今季 以一個平均線來說 他就是平均線的作品 你都推了太多套品 到平均線以下的東西 是 我要提高一些基準 現在要 但我有個問題 就是每季都有很多大家 即不是我們 大家覺得是平均線以上 例如加些成 最後都不知道會變成什麼 這套會不會就不知道 那就好 你明白了 有什麼叫高開低收 我平常心思 你平平找找過完這套就行了 你不要有什麼問題 你這個是出糧的心態 因為這也是個問題 你一季裡面 其實這麼多的作品 其實很老實說 未必看得完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 不要說是不是病態 或者是動畫 應該如此 其實你應該在頭三集裡面 我應該要清楚 知道了 走向內容 你想說些什麼 做些什麼 這套就是那些很符合時代 這個時代動畫要做到的事情 第一集是緊湊的 故事是不停的推進 有很多情編已經發生著 一開始已經去到重點魔女 世界觀裡面 三年兩月大過了 第二集說了角色的關係 第三集就是高潮 第三集就是高潮 其實是很是這個時代拍法 就是做得回 當然 我們是吉野來的 我們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正正常常 我們不知道是怎樣 作為一個這麼卡式的作品 我覺得其實沒有一個很不安的因素 最大的不安的就是編劇 故事本身是不安的 平平找找過完套件就算了 我求神拜託就OK的 其實這裡就是說 究竟贏輸這件事 因為他始終用異戰的背景 其實他可能有歷史不可遇之逼 我想贏輸是不一定要代表 是國家贏了 而國家放棄侵略你都可以叫做贏 或者守和 他守著一個國家 你不再搞我 所以他可以贏 所以說不定是有一個好的結局 這個不清楚 但是始終是說 緊憑一個魔女的力量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是這套東西的賣點 你先單是想想 怕吉野之後 會搞什麼魔女大戰之類的奇怪 成立這個501空戰 那就解決了 502也OK的 我覺得502也應該可以搞定 搞定日二萬帝哥 整件事都可以 不是的嗎 都是那些時候 都是騎著的 然後把槍變成瘋子 飛行腳 然後不穿褲就可以解決問題 然後UK找一個箱 打開是CC來的 搞定就算了 應該是VV才會出那個 大家已經是Over了 把魔物少女的東西全部放進去 不算是GISTS的設定 純粹在想 這套東西我想 暫時懂得一看 至少有它獨特的地方 在異傳的環境下 把魔女的元素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屬於一種寫實系 不是超級系的演繹方式 當然最後也說 吉野的東西大家賭一下 沒錯 刪三勝勝就沒問題 刪三勝計劃 我們這套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